新北放街舞大賽 今日的活動開跑記者會 特別邀請了三位新生代霹靂好手 徐志祺、林毅婷、李軒林 帶來精彩的排舞及霹靂舞演出 為一年一度的新北放街舞大賽 揭開序幕 板橋區長陳其政表示 期盼能透過這項賽事 為台灣培育更多潛在的街舞人才 這個活動是在我們北台灣 最享譽盛名的一個街舞的大賽 從今天開始 我們啟動記者會之後 我們歡迎全國的武林高手 愛跳舞的、喜歡熱舞的好朋友 不管排舞、熱舞、霹靂舞 所有的舞蹈 我們都歡迎愛好跳舞的朋友 能夠到我們的官網來報名 新北放街頭 或是找我們板橋區公所 這邊來做一個報名 我們報名時間從現在開始到8月16號 此外我們就會在8月19號跟8月20號 分別來舉行議賽跟初賽 這次總共有分為6個賽事 總獎金總共有40萬 這是非常高的獎金 那還是呼籲大家 在這個炎熱夏天 我們既一個 這個所有的街舞已經列為 這個2024巴黎奧運的一個比賽項目 所以我們也公所 接和我們新北市政府 持續在推廣這樣的活動 今年增加國中、國小排舞賽事組別 激發更多孩子接觸街舞運動的興趣和潛力 此外為提倡性別平等、尊重多元性別 也特別舉辦女力賽事 為女性舞者創造舞台與機會 HRC舞蹈總監綱一表示 新北市街舞大賽為學生賽事中大賽等級的賽事 每年都會吸引無數的學生來挑戰 今年也邀請到具備國際大賽頭銜的評審 提高賽事水準 其實新北放街頭在現在高中界是已經被任務定為暑假的三大賽事之一 而且拿到的話 如果三大賽事都拿到的話 就等於說像是大滿冠 那因為這個比賽其實耕耘了很久 那其實在學生裡面也都說 大家講說一定想拿到的一個賽事 尤其是高中生來講 對 那今年我們選到選的評審是非常的陣容非常堅強 包含現在包含小倩老師 還有易德老師跟哈妹老師 都是在國際上非常知名的舞者 那尤其小倩老師剛好前幾天剛好在紐約 拿到了很多四個個人賽大獎 回來台灣 那這次能把這些所有評審集中在新北放街頭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歡迎大家8月19、8月20一定要來現場支持新北放街頭 新北市政府同時也推出了潮流新知系列影片 以知識形影片觸發大眾對街頭文化的認識 特別邀請霹靂舞奧運國手劉承德 專業教練盧聖文現身螢幕解說 為台灣街舞邁向奧運舞台起跑做準備 期許未來有更多的台灣街舞好手 從新北放街舞搭賽起跑 逐步站上國際舞台發光發亮 記者理根據新北採訪報導 由李宗盧運特 從も快樂 原來都搭載 從… 快樂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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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